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我们来编织一款纹路花 这款你像看着横向的花 它是这样的 它是很横的 但如果你想编织它竖着的 你这样编织好以后 你像接缝 它是很漂亮的 你把它竖着 竖着编织衣服 我们竖着编织衣服 我们竖着编织衣服也很漂亮 你像编织编织帽子 跑到圆拱编织一个网帽子也是很漂亮 这款叫纹路花 纹路花型的编织很简单 我们下面开始挤针 挤针手法有很多种 看你喜欢用什么样的挤针方式 你这样挤针也是可以的 这挤针就是第一针不是很好挤 这样挤针 这样挤针 你挤针的时候 我挤的是双生素 这款花形 挤双生素是可以的 我编花形我就挤个十五针编织 很容易编织的一个款式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还有编针 抖起来一针 编针 你编织 我们先编织一排平针 这款花形我用的是比较浅的颜色编织 这我会用深色 用绿色或者是黄色的 比较深一点的颜色编织 这款是很漂亮的 我今天编的花形都用浅色编织 留个编针 是反面 这里一个编针 然后呢我们要从这一针 这个位置 拉一针 这样 这针不编织 这根线的位置 这里 这工档 工档的下线 撕一个 这一针拉出来 这针不编织 滑针 每个工档位 我们都要织一针 要拉一针 工档位织一针 针编织一针 工档位织一针 调过 工档位织一针 调过 拉一针 拉一针 长针出来 以后 我们岩有的生素 不编织 我留个编织 我留个编织 然后再一个鱼 再一个鱼 再一个鱼 拉一针出来 我留个编织 揉一针 这里一样的 要拉针 拉一针出来 不编织 留个编针 这里编织好 编织另外一面 这边的编织 我们要编织一个平针 两针和一针编织 这里两针 二合一编织平针 两针和一针编织 把我们刚才加的参数 现在合并掉 这样撕法 等一下它跟我们起生的时候 生素这样的 没加没减 编织花形 现在是编织花形 特别注意的是这针在前面 这针扎织在后面 这种编织手法 身序不要走错 二合一 好 留个编针 编织下一排 下一排我们这是 我们这样编织 平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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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要这样编织 之后排线 平针之后排线 以往我们是这样编织的 但这一排我们这样编织 好 留个编针 下一排 这排我们撕反针 这排撕反针 像编织 下排编织 下一排编织 下一排编织 就是我们这个编针 它跟我们刚才一样的 现在我们一样在这里 这个位置 拉一针 不编织 这个共档位 拉一针 不编织 再拉一针 我们要在这共档拉针 这共档拉针 现在的花形形环 跟我们撕的第一排 花形形环已经一样 是一样的 拉针 拉针 不编织 拉针 最后拉一针 有个编针 这不跟刚才我们编织的第一排 这一排是一样的 编织 现在已经是第二次 演示花形 编针 这里一样是二合一 两针合并一针 二合一 其实也就是三排 吃成一组花 就是反面 演示 这边才是正面 正面的丝花 现在花形的 编织状况已经出来了 这一针 这一排我们吃平针 吃平针的就是后环线 后环线编制平针 你想喜欢连空隙宽一点的话 你这个位置给多吃两排 它的空隙会更宽 自己撕反针 是反针是正常的反针 按平针我们编织的 吃法都可以了 好我们今天演示了两遍花形的生发 现在我们来看 两排已经编织好了 跟我们这个是一样的 这比较 我撕的生殖比较多 大面积生殖 这很漂亮 放大一点看 用不同的线 编织是不懂的质感 大家有什么更好的生法 也可以在我别人留言 如果看不懂的 也给我留言